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嫻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平衡的运动 因为我觉得每个女生呢 在不管是工作 家庭 兴趣 健康各方面呢 都必须要取得一个平衡 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你有的时候 可能太着重在工作方面 或者是你太全心全意投入家庭方面 你可能有某一方面会开始失衡 那这些失衡的状态就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面 所以呢 今天要来教大家是有关于平衡的部分 好 首先我分享的第一个动作呢 也是我们平常在做健身训练 常常有的动态热身的运动 它可以让你的身体热起来 然后也可以训练到我们的核心 平衡跟稳定度 这个动作叫做弓箭步左右旋转 首先呢 先把你的左脚往前跨一步 做弓箭步 然后把你的手往前延伸 那左脚往前的话 你的手就往左边旋转90度 这个时候呢 你会觉得有点摇摇晃晃 请把肚子收紧 保持稳定 回到前方 然后再把脚收回来 接着换另外一只脚 把右脚往前跨 弓箭步 手往前延伸 然后往右边旋转 保持稳定 吐气 回到前方 然后再回来 左右两边各做一次 施转一下 然后我们做10下 可以做3组 好 接下来我们要教的第二个动作呢 是单脚平衡 首先呢 先站立在瑜伽墊上 然后选择一只脚站立 那我先选择的是右脚 我们慢慢的右脚站立 把左脚往后延伸 同时右手往前 左手往旁边 这个时候呢 你会觉得有点摇晃 肚子用力 收紧 把你的重心抬高 对 保持平衡 然后再慢慢的换手 手换到另外一边 你会觉得很摇晃 没错 肚子收紧 对 保持呼吸 维持平衡 好 再慢慢的把手脚收回来 接着再换边 换右脚往后延伸 左手往前 右手往右边 对 膝盖如果觉得会很晃的话 可以稍微微弯保持你的稳定性 好 慢慢的把重心往上 然后再换另外一边 对 保持稳定 好 接着再回到原位 两边一样各做一下算一下 然后呢 可以做十下 做三组 好 接下来要分享的第三个动作呢 是对侧手脚伸张 首先先来到四足跪姿的位置 手腕在肩膀的正下方 膝盖在骨盆的正下方 准备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慢慢的把你的右手往前延伸 左脚同时往后延伸 就是对侧的那只手跟脚 然后呢 因为我们是对侧 所以有可能身体如果不平衡的话 就会产生晃动 这个时候把你的肚子收紧 尽量把手脚往对侧的方向延伸 然后再回到原来的四足跪姿 再换另外一边 左手往前延伸 右脚往后延伸 然后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这个动作呢 我们两边呢 各做一次算一组 每一次呢 可以做十下 然后呢一次做三组 那持自己很训练的话呢 你的腹肌 马甲线也会越来越明显哦 祝大家都能够找回自己的美丽 自己的平衡 然后也希望呢 你们多爱自己一点 爱你们啰 下次见 拜拜 感谢观看